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今天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看看你们的智慧能不能帮助这样一对夕阳当中的老人 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潘女士和周先生是一对结婚二十年的夫妻 如今他们都已年过花家 按理说这对夫妻的晚年生活应该非常幸福 然而他们却经常征场不休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对老夫妻的婚姻出现严重的裂痕 我感觉到家没有温暖 回来感到很进入这一面 就不想回家 考虑别人的事情考虑很惨 也不管我 也不管你小孩 他只管你把自己 人老了 到了这种程度 你还要去闹离婚 走到这一步 人面子都不好 随着这个时间 他也相互之间 没有幸福的地方 越来越不行 因为我根本就对他们的 世纪的感情的基础 世纪爱的情 没有怎么办 爱的感觉 节目组能否说服这对固执的夫妻俩 融化他们心中的尖兵 给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带来新的希望 好的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当事人 潘女士和周先生 欢迎上场 有请 欢迎两位 欢迎潘女士 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潘女士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有什么诉求呢 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 没有儿子 生气 生气家里这套房子 准备结婚 因为他年龄也大了 现在呢 我老公呢 不愿意让出这套房子 来给我儿子结婚 要房子来了 那周先生为什么不愿意 把这套房子拿出来给儿子结婚呢 不是我不给他 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有两套房子 一套大一点 七十几平方 一套小的五十多平方 考虑到他儿子需要 我把大房子给了他儿子了 我现在就跟着他住在小房子里面 老两个住在小房子里面 那孩子不是等于有房子 干嘛还要房子呀 以前嘛 他是给一套房子 准备给我儿子结婚的 我儿子的时候 谈一个女朋友 反正处理还可以 处理还可以 除了好长时间 他们也准备结婚了 结婚了就准备装房 但是我们家 怎么讲呢 条件也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女孩呢 就拿出一部分钱来 造房这个房子 拿了特殊案出来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 因为这是结婚 然后呢 我儿子们是搞共产的 经常在外面 跑共产不回来 这女孩妈就一个人家 就现在有时候 就觉得自己寂寞 寂寞就出去玩 结果她就有了外居了 这个女孩 就跟人家有点个 感情了 后来就提出来 想跟我儿子分手 这时候呢 我儿子呢 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 这个礼花票 要捞分手 还要叫他赔赏 赔赏拿钱 他们俩并没有结婚是吧 其实恋爱 没有真实结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好分开 分开这个时候呢 我儿子有一天 一个朋友请他去吃酒 朋友结婚 吃酒 吃酒呢 大概因为私心不高兴 吃豆了 吃豆了 后来上厕所 上厕所 人家 他们朋友 他们上厕所 到现在不回来的 他厕所一看 他晕倒在厕所里的 晕倒在厕所以后 然后人家一看 赶快把他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院一检查 老一穴 他本来就有点 年轻 他本来就有点高血压 你说他 这一喝酒再不高兴再生气 就 得了这个老一些的病 然后到医院医生 说这蛮严重的 蛮老子都是血 我到时候想 我就这个儿子 我不为儿子 为什么 我儿子不在了 我有什么活动呢 我赶快找人 爸妈 到这托儿人 找郝医生 给他进行开道 开楼手术 做了开楼手术 后来做了手术以后呢 人身强就过来了 然后深度昏迷 昏迷了二十几天 昏迷了二十二天 二十二天以后 第二十三天的时候 后来手术已经动了动了 他就慢慢慢慢就收起 后来在这个时候呢 没办法 看病要钱 要好多钱 在这个村外下 就把这个房子卖的了 你看到 拿卖的这个房子钱呢 就来给儿子治病了 等于那个房子 是卖了用作救命钱 就给我儿子看病了 你看到 看病看了 将近二十万块钱 是吧 这个人呢 就是 就是 他一共卖了二十六万块钱 卖了二十六万 你看看病看 用了将近二十万 对的 这在一眼看病 因为全好 后来这个 他有病了嘛 这个女孩嘛 还好 有时候哥拉法庭 他晓得这个消息了 他过来看看 过来看看 有时候 买的东西给我儿子吃 你晓得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有点 回复感情 有点传奇 可能两个人 能恢复感情呢 能好一点呢 我心想吧 你经常来嘛 有经常买点 给我儿子吃的吗 算了 他生了一个卡 卡上了 他六万块钱 我就给这个女孩了 我说你拿着吧 你经常来忙 你也在买的东西 我说你来忙 你就忙 我就把这个卡给他了 您当时拿这六万块钱 给他 是不是也希望 能够弥补 或者修复 他和儿子之间的感情 是的 我想吧 我以为他回心 就要一人了 他家 他病这么重 他人来看了 就说明他 可能心里头还有他 我说这样想 所以我就把这个卡给他了 那您这番良苦用心 姑娘知道吗 他拿了卡以后呢 没得多长时间 他不来了 人本 钱也拿走的 哎哟 你看 我最后就生了 我一个人在医院里 天天给儿子 针灸啊 治疗啊 医疗啊 终于 没办法 现在 那现在儿子怎么样 现在呢 他现在呢 就是说稍微好点了 现在人家 听朋友见到 又认识个女孩 认识个女孩 这个女孩对我儿子 也蛮好的 他想跟我儿子在一起 在一起结婚 所以我现在这个意思 就是啊 身体制造房子 但是老伴不同意 他不同意 他说 房子给儿子 以后我们自己 没地方住 没地方住 我说我们俩出去 住房子住不行吗 我这儿多问几句 我怕您再上当 儿子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 恢复了 有后遇症吗 他现在恢复的还行 表面上看 跟正常人一样的 就是行动没问题 行动没问题 说话行吗 说话还行 说话还行 语言还行啊 就是老子不进室 才这样做的事情 一目的 忘记了 就是容易见罢 记忆力很不行 但就是生活能够自理了 生活能够自理 但是没工作 没的地方人要他 没人要他工作 他工作不行 那你儿子有收入来源吗 现在论为有点钱 就是原来他不是高工程的吗 他那个老板 觉得他以前还行 工作蛮美的 然后又是朋友 看到现在这种样子 等于每个月给他一千块钱 收费 给他一千块钱 这个老板听来听去 好像这家人碰到老板还不错 那那个女孩是怎么进入到你儿子的这个生活里的呢 现在这个女孩主要是也是陪我帮忙接受的 那个女孩 他现在我儿子不是一妈大的吗 三十多岁了 那个女孩也蛮大的 那个女孩大概前面有一段失败的感情 他跟我儿子在一起 可能也是 一个是随着年龄的证大 另外一个觉得在这找到感情 因为我儿子这时候比较老实 他妈的比较能躺着来了 他希望能够踏实稳定的生活 希望这个女孩也蛮老实的 他跟我儿子也蛮老实的 他想两个嘛 那您是觉得说这个 要是没房子 这个儿子的媳妇就会跑是吗 是的 他们的房子住这么能 结果来了人家也不能 那那个姑娘跟您谈过房子的事吗 他说没得什么要求 就是你人为妈妈 你人蛮好的 就是要个我要一个房子 没得房子不行 就是这个房子的要求 是女方提出来的是吗 是 可能做妈妈的也有这种考虑 因为儿子现在身体这个情况 也希望给他一个长久的保障 是吗 我是这样想 不为儿子为什么 一辈子就为儿子 但是对于周先生来说 这个可能您就考虑 或者顾虑比较多了 是吧 对 因为你扳儿子我没有意见 你儿子你要看清事实 你扳儿子扳 最后你自己怎么办 我们两个都老 都是六十几岁了 身体也不好 你把大房子给了儿子了 儿子的脚又不胜 给人拐法了 对吧 你现在你叫我们俩扳出去租 租房子租 租房子租有问题 人家时间这个租期到了 叫你们俩走 我们又有病 在这层怎么办 办来办去不行的 刚才您在说这个妻子的孩子的时候 都说他儿子他儿子 您二位是原配夫妻吗 不是吧 再婚是吧 再婚 这个孩子是妻子带来的 对对 您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在租起来的是个女儿 那他做得不错呀 就两套房子 还把一套大的给您儿子 您在为什么还要要这套房子 说得不错 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要都是对的 我都没得讲的了 真是的 我好多事情怎么讲呢 讲出来就有点丢人了 儿子在医院里的住医院 你知道吗 我在医院里陪儿子 那人一开始请个互购 后来实在价格太高了 我一付不起 我就自己照顾儿子了 这个人对家照顾也少 一开始吧 家里的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 什么啊 出去挣钱回来还要 满家屋 还烧好了给他吃 吃喝得像个大爷样的 现在我照顾我儿子了 他我就很少照顾了 这时候他就有外遇了 你晓得 他这时候怎么讲呢 我肯定要房子 我不要房子 万一有房子 那我滚家了 怎么办呢 我肯定要把这房子 挣起过来 不会吧 他在一年 这个儿子生病以后 一年多 他在医院里照顾 原来呢 在家里面烧饭烧菜 家里都过得很好的 自从儿子生病以后 他也不烧饭 也不烧菜 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也没有吃 也没有喝 那就说您自己 我自己就下楼 买菜 买的吃 买的吃 中间呢 遇到一个 卖鱼的一个女的 我就跟他 这个就 长久了 就就就 交上朋友了 有什么事的 这没得死 这没得死 门口邻居都讲死了 就是我不知道 门口邻居都知道 不是这个 他一个六十岁的人 在外面交一个朋友 没什么吧 你怎么能说他外遇 哎呦 没什么 那个女的 比他小二十岁 你知道的 他说那个女的 这样好 这样好 他说我老了 他人家年轻了 又什么 另外还带人家 开个美容院 甜点陪着人家 在美容院忙 那个美容院 我是帮他忙 我没事情干 我就帮他忙 在那看门 那个女性已经 也快四十岁了 她有家庭吗 那个女的油价 她自己油价 有丈夫 那个女的 她自己丈夫 也年纪也大 也管不了她 怎么的 您现在在那美容院 干嘛呀 在那看看 看看门 看看东西 其他我也不会搞美容 就是在那看看 那不就看个门吗 他每天都到美容院去 半天到美容院去 晚上就回来 拉家里当机馆 你看他 到时候来家吃 吃过了一个碎锅脚 半天就到那去了 半天 晚上一再来美容院 那周先生 您有打算说 要跟潘女士分开吗 没有 没有 您跟对方有感情吗 我跟那个对方 你的实际上就是 正常的交往 因为没有什么多大事情 他跟他说的这个样外遇到 但是比如说 周围的邻居 或者您的妻子 都有这方面的疑虑了 你有没有想过 干脆就避嫌 跟他不再来往呢 想过吗 这个也考虑过 别人说的我也难听 知道 我也觉得不好 我觉得慢慢来吧 中文他 他也不在家 在家嘛 我也不出去了 他也不在家 知道了 他现在不是也回来了 现在不是在家嘛 现在他也不是慢慢跑嘛 对不对 再回来几天 回来几天就要提出药 哎呦 你不要讲 你过去还不是这样子 05年时候 他还不有一次外遇嘛 一直跟小区一个女的 两个 露里巴索的 搞了满城分析的 全小区人都知道 结果我不知道 我都不好意思讲 这是 为什么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家里没有温暖 所以你有外遇 是吗 跟他没什么感情 他没什么温暖 真的 儿子生病了以后 你招工啊 你看家里都多一点 一点也不顾 他说我是单独一管 你还不是单独一管吗 我说你离管 还好呢 我一个人 在看门 在 在守门 那我没办法 我不为儿子为哪个 我儿子生病 我就能照顾儿子 不是那 那这个房子 您是坚决不会给他 儿子 房子不会给他 房子都给他 他儿子本身 又 带了老一学以后 大老也 不见 不见全 极力减退 在外面 前面一个 大房子 教育 不是 就给人 拐跑的了 等于骗的了 第二套 这套房子 就是我们那 两老的 他就给人骗的 就不得了 那我们老两个 这个是完了 我又退休了 他也退休了 两个怎么搞 这以后到哪儿去 呼天喊地 也找不来 这个房子 那为什么儿子 不能出去租 这个人骗的怎么行 儿子收入少 不就是 那朋友 赚了一块钱 那你们补贴点吗 天生你们要出去租啊 那个女儿不同意 女儿想要房子 你贴点 贴点 你们的地方租怎么办 他们都年轻人 让他们到外面 去租房子 我们贴点钱 那他要不给您房子 您怎么办 他就是不给 怎么办 我现在就 我现在就 就结这个事情 我就想 把这个房子 腾出来给我儿子 他现在就不肯 我们俩就降了 天天在家吵 天天故意捞 就是这个事情 那我们假设 如果说假设 他出轨的话 因为周先生也没承认 这事你也不在乎了 不是我不在乎 毕竟我们俩是儿婚 我以为 我看不住他 是的 他跟第一个事情 是捞的捞的 他活着 那时候他向我平地道歉 他感到有点个绿酒 向我道歉 所以说下回 不会再有这个事情 我相信他 他这次再有这个事情 你说不是也是 是也是 应该有过这个事情 我能不相信 你说胡说八道吗 怎么不是也是 是也是的 那肯定了 第一个给你逮住了 第二个你拿出证据来 第一个是被逮住了 他说的 我跟他说 算他逮住了 第二个你拿出证据来 就是我逮住 你不要让这个的 就算有 好吧好吧 不吵 我再问一下 这个房现在是 房屋的产权属性是什么呀 产权属性私房 私房是吧 是我的商品房 商品房 婚前婚后的 婚前的 是私房 他 给了一套了 再要一套 哪里天下来 原本夫妻不能这样做 他你是跟那个女方商量过吗 说孩子的这个情况 要不先租个房子 过渡一下 对 我同意租关的 你跟他商量过吗 应该我们存在租金给他 他这个女孩没送口的 没送口 他 他还是想 有套房子能结婚 你就反正一心想了 你儿子的事是吧 我就还把这个房子 落到别人手里的 你 你指的别人是谁呀 就那个狐狸精 他现在在一起的那个女生 你为儿子实行 你现在扶脚蛮肠 我才不扶脚蛮肠 我不为儿子为谁 我肯定为我儿子 周先生道理咱这次 有没有出轨啊 没有 是没抓住还是没有啊 没有也没抓住 就是在 在我送个房子 那您说他过去是卖鱼的 开美容店 您还给他出钱了 没出什么钱 就半只回家 给了多少钱呀 一两千块钱 你这样说哪知道多少钱 哪知道多少钱 上回我跟你儿子撈的时候 上回跟第一个女的两个撈的时候 我就把公司卡 随便卡也是帅给他 咋到你 我都不管你的经济了 你那年钱 正式的 我都不管你的 那你们俩 你们俩现在钱是怎么一个用法呢 就应该是他工资全部给我的 我们俩在一起 生活结婚以后 他也就给我 反正我把价值 价值得炒得很好 你看到 就是他那次出轨 零五年 他出轨那次 后来我说来起了 我说你这是不好讲 我真不好 我骂他吧 您当时是真的抓住他了吗 肯定抓住了 不抓住他就承认了 不抓住他才不得承认的 还行中先生 是那次老的不可开交 我就把公司卡就帅给了 我就还给他了 所以他这几年 零五年到现在 他这个钱我都没管了 我现在反正 那等于从零五年开始 你们的财务是分开的是吗 全部是分开 但是水电器什么呢 他也叫一部分 他叫水电器 就是日常来 水电费 水电费 那个饭是您管是吧 有肉我买 有肉他买 他买的少 我买的多 是这样吗 周先生 是这样 我们要问的 大概是这样了吧 来看看我们各位嘉宾 有什么高见 咱们中国有句俗语 叫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任何一段关系 或者说 任何一对夫妻 或者伴侣 他们出现了问题 肯定不可能是一个人 或者单方面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 叔叔做的 还是能够理解的 因为咱们中国人的观点 传统的观念 尤其是老年人 那年纪大了 他需要一个保障 有一个房子 安身立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况且在 阿姨的这个儿子 并非是他自己 亲生的儿子的情况下 他已经拿出了 自己的一套房子 用来给他结婚 来履行 对这个儿女的一个 像亲生父母 这样的一个职责 我觉得 叔叔做的这个 已经真的做得很好了 这并不是每一个 这种继父或者继母 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么我也想说 阿姨 是不是您也应该 反省一下 是不是您的这个 在现在这种关系里 要求 当然您的心情 我能够理解 但是是不是有一些 略显自私呢 就是您考虑自己 和考虑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利益 考虑的有点多了呢 面对着一个 可怜的 生大病的儿子 母亲尽心 继父尽力 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也非常同情和理解 潘阿姨这种 中国式的父母心 可以说 老周是蛮有良心的一个人 刚才我们大家都说了 赵长老师也讲了 但现在的问题 是你的良心 如何能够走得 更远一点的问题 因为现在家庭的状况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潘阿姨的想法很简单 因为你有过出轨的前科 这个可能他更加的 就对你没有信心 男人有时候 万一出轨 知道错了就好 像这一次 他说去帮那个卖鱼的 他上一次承认了 这一次不承认 可能他们真的就是 相互大家沟通好一点 真的没有出轨 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所以关键的问题 潘阿姨呢 对老周呢 要更多的一种信任 老周呢 在这样的一个机会眼上呢 考虑考虑他儿子的实际情况 因为他儿子是生病的 好不容易有一个女朋友 那么这样状况下 刚才赵山老师给你提的这个方案是非常好的 你们儿子和他的女朋友到外面租房子 你们出房租 这是一种方案 那么还有一种 能不能呢 就医了孩子 这套房子呢 给孩子去住 你们到外面去租房子 老周现在最担心的 就孩子 万一有余 这一个病 对对对 把这个房子又像第一套一样弄没了 那么房产证 控制在你两老的手里 如果说没有你两老的同意 房子也卖不掉 也就是说你借给养子 他们去婚用 这样的话 我想还是能够解决的 现在关键问题是 潘阿姨 你要多一点信任 男人有时候要哄的 这么大的年纪 像小孩一样的 他说话没得这回事 我都看到了 他把女人宰来家 两个人想回到自己家里 脱衣服这样的 你这样说清楚 脱衣服有好多种 有时候我到女同事家里 冬天去了以后 外面穿了个大衣 进去以后我也脱衣服 那这个脱衣服是很正常的 他脱什么衣服 脱外奸 他把外套一脱 把散发给你做 那么很正常的 你一个五章 他到我们家来好多次了 不是一回来的了 哪知道 他不晓得我在家 他要晓得我在家 他会怎么样做 哪知道 这事我觉得还是 宁可欣其无不可惜其有 他一关就是主管五章 卖房子 对吧 房子卖的时候 第二个 第一套 第一套房子卖的时候 没跟你打招呼 我都不知道 卖了以后 钱也没有了 房子也没有了 我再问他再讲出来 后来根本 后来根本还谈好了 以后不是跟你讲了吗 跟你讲 那家的卖房子 你卖房子 你是不是跟我讲的 你卖完了 再跟我讲 我觉得 其实刚才 我听完您的这个讲述之后 我建议 这个叔叔 千万今天 不能把这房产证 过户到 他们母子名下 因为一旦 过户到这个名下之后 没准 您在这个家里 还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了 而且这个 而且这个阿姨 您还真别觉得说 我们是挑事的人 您知道上一套房子 您的处理 就是非常不恰当的 你把这个房子卖了 给儿子看病 我们认为没有问题 但是看病剩下的钱 你给了儿子的女朋友 我觉得有点奇怪 为了说把他的女朋友 哄回来 我们拿钱砸 这次 其实这第二套房子 我认为你也是在用钱 去砸他的县女友 其实我们 大家经常在讲 说这个 不要考验爱情 爱情经不起考验 但是我觉得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还真应该考验考验 如果说这姑娘 就说你儿子没有房子 我就不嫁给他 那这样的姑娘 你还真得好好考虑 适不适合 当你的儿媳妇 因为你儿子 现在状况是很特殊的 然后可能今后一辈子 是需要别人照顾的 如果这个女孩子 在这个问题上 她经不起考验 跟你的儿子感情 就没有那么深 就是奔着房子来的话 那今天你给完了房子 日后这姑娘走了 带走半套房子 或者说带走整套房子 我觉得对你们家庭来讲 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因为老两口 没有安身之处了 这个儿子再度受到了欺骗 你觉得这个家庭 还剩下什么 我虽然就是对她 对她出轨这个事情 心里的老沉到这个坚信 你是害怕说 真的她们来 要是那个什么都 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她 原来有过这些 前客 对不对 她跟原来那个女的 有过这么一次 她说老说跟这个女的 没有一次 没有一次 没带走 现实她不采认 那我问一下 现在您这套房子的房产证上 写的是您一个人的名字 对吧 那如果说这阿姨就这么没安全感的话 加上她的名字 你愿意吗 这个愿意 她不跟我离婚 她不要房子 我也不会跟她离婚的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写你们两个人 说实话 看到一对老人走进花甲之年 还要面临这么多的纷扰 内心颇为不忍 两个人 就像王老师说的那样 一个巴掌太不详 作为男生来说 你确实有责任 你的老伴去照顾他的儿子 那你是否可以同行呢 你不同行的话 你老伴还疑心很重 你是否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呢 你没有更好的去约束自己 导致您的所作所为 成为你老伴犯醋意 一或是跟你要第二套房子的 导火索意或是借口 当然我想对这个阿姨 说两句话 你处处为你的儿子考虑 万一有一天 老先生把房子给你儿子了 你儿子跟你儿媳妇 不要你们两个了 你儿子可能要你 但不一定要他呀 人到老了 要有老伴 老窝 老伴您跟他不一心 儿子还不是自己的 窝还没了 他真是哭天天不应 哭地地不灵了 所以换位思考 信任是婚姻成功的基石 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 叔叔您确实有责任 卖鱼的那美女 比您小二十岁 咱们足可以离他远点吧 退彼三舍 对不对 另外老周 我们做的再完美一点 你现在和潘阿姨立个遗族 等到你们百年以后 这套房子就寄成给你的儿子 那肯定给他 那这就好了 把你终于写下来 是吧 我们老师说的非常对 现在可以 把房子给年轻人住没问题 但房子一定要写个公正 房产证依然是老先生的 老太太先走了 或者号住上 那就是你依然像孝敬 亲生父亲一样 赡养我的 终老岁月的话 那我百年之后 房子归你们小两口 归儿子也可以 你还可以再多留一步 但你要对我不好 我收回房子 可以吧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说今天 老周就是不把那个房子 给你儿子 你真的要跟他离婚吗 我不离婚 我就跟他让他一起号 跟他一起号 号到这房子归我为止 我跟他离婚 我什么没有了 房子一拿 钱也没有 我怎么可能跟他离婚 我们再见 你已经拿走了一套了 你说要老周 把房子给你儿子 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可怜的儿子 急去房子要结婚 是吧 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是花心的老周 有可能把这房子 给别人 所以说你说 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儿子 把这房子 一定要要回来 那我们分析一下 这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从法律上讲 那两套房子 就是人老周自己的呀 婚前财产 那是人家的呀 即便说人家 真的就处理了 侵害到你的 什么权益了 本来就不是 你们俩的呀 第一套房子 已经人家 基于对你的感情在 把那房子 已经给你了 现在你就要处理 人家唯一的 那么一个房子 那是人家的底线 那我们来谈 第二个理由 你说 儿子的那个女朋友 现在就想要这个房子 是不是 才结婚 最终呢 你的目的是 善意的 希望 重病了 儿子 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同样啊 就目前呢 实践经验 你来看 判断一下 之前那个女朋友 为了钱 把你儿子给耍了 现在你的行为呢 作为一个女人 你跟老周在一起 核心目的 你也讲了 就是为了房子 那反过来 现在的女朋友 你怎么就能 揣着她 完全就是善意的呢 不会再把老周 这个房子 再骗走呢 最后不但你儿子 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连老周跟你 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呢 这个时候 你会对得起老周吗 我现在就是想 我们俩出去 租房子 反正我们俩 退学工资还可以 我们俩个价钱 三四千块钱 等外来租她房子 也能租得起 你租得起 应该讲 你作为一个母亲 这种心情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事实 我们也要 作为人性的角度 换位思考一下 老周是有很多 不对的地方 即便有很多 不对的地方 给你进行补偿 精神上的 包括经济上的 但是也不能补偿 到失去了底线了 如果说这么大年纪了 老周讲的很实在 我已经退休了 可能房子失去了 再也买不回来了 怎么办呢 我只要九天 就九天 他出过这事 我跟您说 我跟您说 阿姨 您现在就抓住这个了 现在您千万别 得理不饶人 换成是您呢 您两套房 不愿意给别人吗 连自己连个窝都没有 你带着你的儿子 嫁到人家 就直接 让人家倾家荡产 不带这么做人的呀 你们怎么讲话 都想到 没人想到我嘛 真是的 我跟他结果 也不是人气的 我特别向着您 我特别向着您 我再给您 争取 都是在帮您 我们怕您再过五年之后 你们俩倾家荡产 换句话说 如果老周没有这套房子 你会跟他一起过吗 他要不然出轨这些事情 肯定不会 你千万别说出轨的事 老周你呢 也争点气 我们说年纪大了 我们也有晚节 你经常去的 后面指指点点的 人家说你什么话都有的 老周吃嫩草 你看这么老的年纪 还经常缠着一个 这么年轻的女人 这时候很难听的 这个里面 我帮您说一句 您一直对这个 先生的出轨抓住不放 那为什么不离开他呢 离开他 他叫我金正走路 你离开行 他叫我泡泡屁股走路 什么都没有 怎么可能呢 那就说 现在您留在这个婚姻里面的 所有东西就是钱了 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这个怎么讲呢 我肯定也需要一个人 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但他心不在我身上 我有什么办法 他好好过 我好好过 他心不在家 我住房子呢 我们谈谈怎么好好过啊 好好过得只有定所吧 老年人 请问你们住哪啊 这出去住房子 住房子不一样的吗 你不是没得让住 我住房子 出去住房子 人家要叫你住 住房子到了 叫你走 你怎么办啊 再找一口 再找 明天又走了 再找 怎么可能呢 什么三方东西 怎么管我 阿姨 我特别理解你 通过您的执拗和坚持 让我们充顺感到了 母爱的伟大 但是您的爱 有点太过于自私了 您爱您的孩子 没问题 也验证了一句俗语 就是所有的女人 都可能坑你 但你的妈 绝对不能坑你 你爱你的儿子 爱到了 他的全部 就是你的全部 你可以为他牺牲生命 但是将来 万一你儿子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能活下去吗 他们俩没什么 他们俩没的钱租房子 他们俩 把你们拿去租房子的钱 给他们租 对不对 你就愿意把房子给他 花点钱租房子 你还舍得点吗 补助一下 他们租房子的房款 这个行吗 这个完全可以 你看 贴钱租房子 你同意啊 这不同意 这个都早就说了吗 你看多好 你刚才说 我们说一个母亲 为了孩子牺牲 自己幸福是伟大的 但同时 你要牺牲 你的伴侣的幸福 那就是自私的 他现在的工作上 都自己做了 他给 那不是个医生给他的吗 你不要的呀 你不要的呀 我现在都给你就是了 你看 郑先生 我怎么觉得老周那么气的 老周拿出来 先生给他了 那你那个女人怎么办 你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开门 你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怎么办 这个狐狸你怎么办 你叫 狐狸你赶跑 谁了吗 人家跟你在一起 赶跑 你从什么 你从我们去练习 你干跑 你真实的 端掉就是了吗 我来 我来看不掉 我来放什么 你某个人都跑了 吃过饭就跑了 晚上吃过饭 我说你喜欢 在干 忍不得 天天如此 阿姨 阿姨就您这语速 就您这态度 老先生吃完饭 不溜之大吉 在家里 天天 你们得修理死他 我觉得他能回家吃饭 已经很不容易 但我饿死我也不敢回去 而且我觉得 就说这叔叔 这么多年 钱一直归您管 这说明他真想跟您过 那些真的想出轨 不想跟老婆过的男人 从来不把钱交 另外就到这个情况了 他还死都不提离婚 是吧 你就说 我就看着你房子 我其实跟你没感情 我觉得一般男的 气的都要跟你离婚了 他始终都坚持着 而且老周可以 从这一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 老周的这一个感情 没有转移过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 两段感情 您这个老伴 二十几年前吧 二十多年前 我们认识吧 我是从他人忙好的 对啊 所以阿姨 你想想二十多年前 的人挺好的 您这段婚姻 是经过了二十年考验的 您儿子目前这段 即将开始的婚姻 还没有经历过 任何时间的考验 你就要把房子给人家 我觉得房子这事 不用那么着急 等他们真的过得稳定了 踏实了再说吧 您想着那个 小的男子汉的幸福 您忘了这老的男子汉 他也要幸福啊 您光顾着自己儿子 他的婚姻了 这老同志的婚姻 您就不管不顾了 那可不他就到外面 寻找幸福了吗 就是真正的夫妻 当别人夸他的丈夫 多么伟大 多么善良 多么好的时候 做妻子是骄傲的 可是你把自己 当成了外人 你认为我们再夸大好 就在贬低你的不好 其实我们从来 没说你不好 只不过认为 你这个执拗的母亲 应该转换一个思路了 我原来也不是这样的 不就是儿子生命 又成这样 寄出来的 我们估计您从明年开始 也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那就是依然和爱可亲的 你儿子这一年都 不是人过的 天天都烦死了 他那段时间 我都给他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这叔叔真做的不好 老婆急成这样 您要是真是分担的话 他可能不会像现在 这么尖刻的 对 怎么着您给的态度 我反正我现在主要目的 就是想给我儿子 在这房子里面结婚 这样吧 你就在里面结完婚 出去租个房子 叔叔同意吗 办婚礼在里面办 办完以后出去租一个 可以吗 可以是吧 就是在婚礼 就是因为对方 女方肯定要来人嘛 要看一下这新房 咱们新房就在里面布置一下 结完婚以后 小两口就搬出去 租个房子 您看行吗阿姨 那也行啊 您同意是吗 我们不能同意 对 对 接完婚就让他们出去 租个房子 可以吗 那儿子出去租房子 贴多少钱 还要贴钱 你不贴多少钱呢 他谁说你贴钱 贴钱他能租到房子为止不 南京的租房 大概 南京租房的一个月要 一千五到两千 一千五到两千 一千到两千 那叔叔你觉得拿多少钱 给他贴补合适呢 我们俩一起 嫁起来 人家出一千块钱 出一千块钱啊 哥 不够 不够再贴的 那只能这样子 行啊行啊 反正你反正给儿子 在里面结婚 结婚 你贴钱 贴钱给他租房子 可以是吗 阿姨 我跟您说阿姨 您一定要好好对他 等他没了 胜您跟你儿子 儿媳妇三个人过日子 您就有五套房子 您还真不一定幸福 西家儿女成群不如半戮夫妻啊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 我也想倩顾儿子 毕竟我们俩在一起二十几年了 我也想倩顾他 你说离婚这个事 一家的气腿上讲离离离 实际上怎么讲呢 真正让您离还舍不得是吧 舍不得他 还舍不得房子 舍不得人呗 这就不知道了 以后我们临经的事 老叔还是很爱你的 而且你怎么折腾 他都不跟你离 多坚定的老伴啊 我觉得老周不错 哪怕前面就算他犯过错 原谅他吧 你不也犯过错吗 你把那钱都拿着去花了 然后给别人了 给骗了 他也没知一声吧 把那一页都翻过去吧 好不好 就算你俩现在重新认识 开始甜蜜的生活了 好不好阿姨 我第一目的就是 把这儿反着给我儿子结婚 第二目的 我办出个处理 目的就是我们办远点 你看到 反正这个理由就是我们小区的 你看到 没有人也开在小区门口 都是家门口 那你刚才说这话就对了吗 你还有第二目的 我就不想跟他讲这件事情 我跟他讲这 等于把我的目的都讲出来了 那你还有第三目的没有 你告诉我还有第三目的 没有 第一个目的就是给我儿子 在这房子里面结婚 然后我们俩放远点 房本不用改谁吧 还是他名下吧 这改不改 我们的情况二十年了 他的一半瘦了一半 改不改都不瘦了 一半已经给你拿走了 都卖了 那个卖了就不算了 卖了啊 真厉害啊 卖了就不算了 卖了不存在了 这一对再问好夫妻 因为一套房子 闹得不可开交 为我儿子挣起 挣起家里这套房子 房子不会给他 他们的房子住这么的 结果呢 因为你帮儿子我没有意见 你帮儿子办那 最后你自己怎么办 母亲想为主动的儿子 打点好夫妻 但她的要求 却超越了界限 把大房子给的是儿子了 儿子的教育不深 给人快跑了 这套房子就是我们的养老子 他就给人骗子就不得了 那我们的老两个 这个是完了 给了一套了 再要一套 谁从下母亲极力争取的背后 蓄力利用引擎 我照顾我儿子了 他我就很少照顾了 这时候他就有外遇了 那个李李 比他小二十岁的 就是我不知道 没有人你都知道 我跟那个对方李李 实际上就是 正常的交往 我还以为房子 滚下来 怎么办呢 我肯定要把这房子 挣起过来 当婚姻缺少的温情 一套房子引发的矛盾 还会更加激化吗 咱们把话说到前面 我问你 儿子他们把这个房 用作婚房 用多长时间 有些搬进去就搬不出来了 问清楚好 多长时间 我们没偏袒谁的意思 多长时间 我要跟儿子讲 反正我大概想要的 年保二年吧 反正 这么久啊 那结一年婚嘛 前后两个月就可以了吧 对啊 一两个月 我觉得实际上 蜜月期结束 就应该搬走了 一年一年 办得费事 问一下 周先生您同意吗 他们夫妻俩 在那个房子里 生活一年 一个季度吧 一个季度 三个月 好 周先生告诉您 三个月 您同意吗 半年半年 行了吧 重回一下 四年五个月 四年五个月行吗 你们怎么真的在卖鱼了 那我跟你们说 中国人溜溜大顺 六个月 好像我们在跳架 半年 半年可以吗 周先生 我觉得周先生 真好说话 我本来想顶多一个月 我甚至想过三天 就应该回门 出去租房子了 不是 我觉得你们这样特别不好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老周就愿意 你知道吗 你愿意吗 愿意吗 你看他愿意 他愿意 你知道是怎么 因为六个月嘛 让他找一找 歇一歇 嗯 再找凡 你看 还要专心一下 哎呦 这人多好啊 不谢谢人老周啊 谢谢老 谢谢他 谢谢你 拥抱一下 老夫老妻 跟他拥抱一下吧 呦 祝你主动一点 拥抱他一下吧 好不好 不让他抱 按他 你继续做他 当年那个 卖鱼的春雪儿 你是有责任的 那时候 虽然你照顾儿子很心急 你每天都 老周 走 你去到医院去 老周 给我拿点什么 你这样的话 他就 无懈可击了 你去 那时候他三骂 他三骂 他三骂 周周 主动一点吧 干嘛 他撤回了 我根本就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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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走 你怎么 对呀 怎么就走了 那就撤了呢 年轻的时候 又抱一下嘞 阿姨 我跟你讲 阿姨 你就是老了以后 还喜欢弄小女孩 那一套 娇称 就让她哄你 我都看出来了 真的 女的年纪大了 都这样 我也这样 真的 她其实就是需要 就是你多关心她 多体贴她 爱护她 多一点时间陪她 对不对 是吧 阿姨 我说的没错吧 周啊 男人不能犯错误 犯了错误 就得不错 记住了 你再没有机会犯错了 对 什么都没了 对 你得出 什么给她回跑了 我回跑 我带着你 我回哪个 你鬼人家跑 行行行 你们俩走吧 来拉着手走吧 我拉着手走 走就出来 西洋红挺美的 我是感觉 她俩真的是有感情的 两个人一定是深爱的 否则 我觉得遇到这种事 你看阿姨嘴那么酱 早就不可调和了 她俩一定是感情挺深的 可能有很多年轻的观众 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 年轻人想法是爱情至上的 但是今天这一期节目 恰恰告诉了大家 另外一个道理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 大概这更接近真实的生活 所以有时候 你看着会苦笑 甚至你会觉得说 你们怎么跟她去一起谈判 讨价还价 但是我们想告诉电视机前 更多年轻的朋友 大概 这就是生活的一种本质 或者叫真相 所以有的时候 幸福不仅仅是 所谓精神层变的东西 物质也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 双丰收是吧 今天我觉得挺开心的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一个母亲为孩子的付出 最希望的是 儿子能够早日 我就希望她的儿子能够 母爱付出了这么多 她的继父辈 她又付出了这么多 我希望她儿子找那个女孩 能够真的爱她 那就是真的幸福了 好的 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帮助团的各位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在这里要感谢 莫森太阳镜 对于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感谢小刀电动车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幸福来敲门 敲开您的幸福之门 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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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